那請大家來跟大家跟我分享一下 你最想要先看哪一名 第三名跟第四名我們放在最後好不好 那現在就是1、2、5讓大家選 我們這一次的問卷是一共有416個人填答 那最後就是有25個人是無效問卷 我把它剔除之後 就是有效問卷來到391 所以這樣相處之下 他的信心水準來到93% 所以算是蠻高的問卷 1、5、1、5、1、1 好大家都要看第一名 我們這次就反其道而行 我們就來看應該第一名是哪 3、2、1 有沒有看到是台信銀行 對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台信銀行那個基本的數據 我們這一次有391票 有效票然後台信銀行總共拿到了116票 這個非常的高 他的得票率有29% 就是說每100個人有29個人是選台信銀行 那就會知道說台信銀行 他是有多麼深得人心 他是所有的民意銀行裡面 應該是大家最喜歡的一名 他已經連續兩年得到第一名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真的是恭喜他 再來 我來看一下大家寫什麼 台信第一名 但是如果有猜到台信的人就沒有中獎 非常的可惜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網友對台信銀行的意見 你們自己對台信有什麼想法可以直接寫上來 也許你有參加我們這次的票捲 但是我可能沒有念到 你都可以把你的想法都打出來 看起來優惠活動蠻吸引人的 再來也寫說 RECHAR APP表現良好 阿狗狗的回饋沒有下調 今年非常的棒 他就是沒有特別的去把那個回饋調低 所以說 我們大家在洗禮的經歷 2019的檢卡排行碼 好幾張銀行的優惠都限縮之後 我們最大的這個安慰劑就是 我們的阿狗狗 他305%還是挺住 今年非常棒 台信RECHAR這項產品 你個人覺得整合得不錯 使用者介面算是人性化 然後黑狗卡的優惠也不錯 ATM很好找 然後ATM也是所有銀行裡面最好用的 親自去銀行櫃檯永遠服務也很棒 因為櫃檯永遠都很年輕 都是美的對不對 大家就是看到這個美好的事物 就會覺得就是賞心電就覺得很開心 對 那台信的ATM其實也算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就是因為我現在其實我的閒錢 資金池最主要還是放在RECHAR 所以我很常就是我家樓下都有圈 然後就去那些提款 那對我來說我還是最喜歡的是 使用就是台信的ATM真的很方便 對我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要找一間長久往來的銀行 那台信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的提款卡就是到處都有ATM 那他現在的RECHAR帳戶 有5次跨距離去5次跨距離 不錯 你把它拿來玩那個WebATM活動也可以 RECHAR的系統穩定 除了會推信帶其他不囉唆 RECHAR服務用起來很順手 查詢消費資訊用手機就可以很好用 這個消費資訊我覺得還不錯 像RECHAR他的APP有一個功能還不錯 像我媽媽他有時候會把錢存到我這邊 因為我是幫大家一起繳卡費 所以我的弟弟跟我媽媽他們 其實都要把卡費轉帳給我 那我通常我手機就會收到 你有多少潛入帳 那其實他這個都是大概每隔1到2分鐘之後 他就會推波進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推波是做得還蠻好的 所以他這個消費簡訊不管是查詢 但是用這個推波 我覺得很多以卡現在都做得很好 那台新這塊是我個人覺得很買 就是如果有粉絲小的捐款給我 我也馬上都看到這樣之類的 就是過年的時候好像 那時候有粉絲捐錢給我 也是用RECHAR之類的 我就覺得很開心 像我們這個 我們這次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直播的這個設備 也是我們一個668的一個粉絲 他就是特別贊助我3500的話 就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時候我也是看到說 欸怎麼會有一筆錢進來 然後我再回去看我的那個email 就發現他有寫那個羅技的DR0922之類 然後就叫我去買 我覺得這個就很好玩 對 就是跟大家互動裡面 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會去看寶可夢需要什麼 然後可能就提供就是 提供這個東西給我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我比較願意花錢在大家身上 但是我比較不願意去花錢 在提升自己 那個那個硬體啊 對我來說 我比較不想花這個錢 我覺得用現有的設備 能夠做直播 大家開心就好 因為我們重點還是contact 就是我們內容 台心RECHAR 從開始到現在 讓我賺了不少優惠跟利息錢 網銀介面跟卡面都超可愛的 用起來心情會很好 他這個其實講很有道理 怎麼講呢 因為他這個 這個我個人最推崇 WICHAR帳戶的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說他有一個國存 100萬以內都是有1%的國存 但這也是我 為什麼我的主要的資金 國存的資金都會放在那裡 因為在那其他銀行 就是很少能夠超越 比如說當然有幾件 比較少數的銀行是有 但他們額住比較小 比如說華南的SNY 他就有到1.2 然後那個照光的MegaLite 他自己有到1.2 但是他們的上限都走11萬 就是比較少 所以除非你是一個比較喜歡 就是錢這裡放一堆那裡放一堆的 不然的話其實你就放一大堆的 就在排行 然後做執行運用就好 因為這是比較簡單 我也是你推崇 RICHAR就是這塊 他真的做得很好 對 亞E說那個 推波我現在很喜歡LINE通知 好像比APE通知快又及時 現在可以在設定通知的 有中信、趙峰、玉山、國泰 希望其他銀行可以跟進 我印象中趙峰有嗎 對的你有講到還不錯 所以這些銀行其實 像我的刷卡 即時刷卡消費簡訊 我比較喜歡的用主力卡 是在中信 所以我只要一刷中信印碼 那邊就會有 就是那個推波進行 也不錯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 像廢換里程飛行世界 所以他這個應該講的是 國泰航空連連塔 這樣子 跨體跨轉如果能夠增多次數 分數會更高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 銀行他出了這個五次跨體 跟跨轉 其實他們都是有 就是大數據的分析 他們其實去抓那個 用戶他們自己平均 使用的跨體轉的次數 那他們自己平均出來 就是五次、五次 那因為我怎麼會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之前在參加 Banky的這個大書名會的時候 他們也有跟我們分享 因為有人問到說 那我們在二、三月就是 最近那個Banky的他的帳戶 數位帳戶可以開放 即交開放大家 開始來申辦 那時候大家最在乎 就是說那他有沒有跨體轉的優惠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的展望跟我們講 是講說 他們有提供基本的 就是六次跨體跟六次跨轉 就是他們從遠離的大數據資料庫裡面 去做出來的平均統治數據 那我相信台信也是用這種方式去得出說 大概五次跨體跟五次跨轉就夠用 因為再多的次數 我們也只是把它拿去 就拿來賺點數嘛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再來 數位銀行的推廣 上面非常有創意 不論是小便跟插族都很用心 這也是為什麼就是台信 他的這個創新小組 他能夠在台信的整個金融體系裡面 是講話最大聲 因為他們就是普通萬年 為什麼 因為他的開戶數已經有超過百萬年 然後他的成效非常的好 大家也很喜歡 所以他在台信的這個信用卡這塊 他們其實是講話非常有聲量 那也是因為就是大家都支持他們 所以他們真的是做得越來越好 真的很不錯 再來 Reach app真的是銀行界的翹楚 還有整體的狗狗卡面形象 都讓人耳目一形 吕佳文說 台信Reach常常有活動 最近的LINE活動換衣服 真的不錯 所以大家都有換到 真的是很棒 以後就是來辦個聚會 大家都穿那個Reach app出來 對 Reach app介面設計家 Reach app做得很成功 GoGo卡跟Reach app已經融入我的生活中 其實 GoGo跟Reach app的那個綠狗卡 都是在我的生活中 是我自己很常在使用的 就是提款卡 很不錯 我也都是就是好的東西 來跟大家分享 對就是這樣 台信銀行的整合行銷做得不錯 加上Reach app功能很強大 還有全家級 全家超商提款機的普及 大大給台信卡很多使用的機會 所以真的是很不錯 我真的很喜歡GoGo卡還有APP的美感 真的很加分 所以這裡我就不得來講一下 我們Banky app 我們Banky app就是 比較同趣風 但是事實上 大家比較喜歡的 應該會是比較接近 像Reach app這種感覺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 我們所有的數位銀行的這個 界面API的設計者 就是可以就是像我們的Reach app 就是學習可以越做越好 數位銀行以及線上客服做得相當不錯 錢者給的利率優惠折扣都有幫助 跟省錢還有增加小錢 或者也能夠快速解決問題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 大家就是如果一百萬放在 大家都是把一百萬放好放滿 然後就是去賺一趴利息 一百萬放一年可以拿到多少 就是一萬塊錢 真的還不錯 真的是很好 所以大家紅包錢都怎麼放 也是放Reach app 我的主力賬戶是Reach app 所以我錢都是先丟Reach app 這對我來說比較簡單 如果你們自己有其他的銀行 數位銀行開戶的需求 也可以歡迎從PKM之間進來 比如說那個王道 好不好 我們放紅包就是王道 但是我二月份王道的開戶 就是只有三個人 就非常的少 也許可能大家都已經有了 或者是就是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其實各家銀行還是會看大家的這個 就是推廣業績 所以我接下來就是這半年來 我這個王道開戶數都越來越少 因為就是很難推廣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開王道戶的 也可以考慮就是贊助一下寶可夢 那個錢其實真的也不多 一戶才其實奇怪 但是就可以讓我的開戶數好看一點 陳寅凱說台心老二摺選 反而守得更長久 去年麥配跟Coco都無落了 因為財團就是這樣子 他可能有100萬或200萬的預算 他消化完就沒有啊 就無以為繼了 就是沒辦法吃錢 所以大家還是要體諒 就是有好康有羊毛 你就敢判斷 就是我們也不要就是去 去質疑或者是去損銀行 說為什麼就是中繼 後繼無力就是沒有辦法再提走 因為他們錢就少廣了 就這麼簡單 就好像如果我沒有大家 就是疼我這裡MGM辦卡 我也不可能送大家一台iPad 就是因為有你們贊助我 所以我才有可能就是 再送東西給大家 就是不管是Richard活存 或是黑狗回客都讓我愛不釋手 加上每個月五次的跨題轉 跟更加的深入我心這樣子 每次打客服感覺都還不錯 所以其實台新他們這個Richard客服 應該是做得蠻好的 就是員工訓練蠻好的 台新是今年持最多卡的一家 2019年福利都沒有降職的稱讚 新卡也很強 我們這次的問卷調查是在 12月1號到12月5日 新號 那這個人的回復應該是比較晚一點 就是有Flygo卡的優惠出來的時候 所以他會知道說 有一張新卡來扣持很棒 好來最後一頁了好不好 最後一頁了 看一下喔 嗯 新號卡的優惠不是最高 但是很多活動常常有任務可以解 很不錯 而且也有帶動其他銀行 較勁覺得很好 就好像 為什麼Benkey他這次要推這個 1.2%跟3%很困難 其實你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他就是受到同業競爭的影響 就是現在連Flygo卡都有1.2% 所以Benkey也想要推1.2% 他只是說沒有辦法那麼多資金 讓大家一口氣提供那麼多 讓大家多額旋利 所以說 如果你喜歡1.2% 國內刷卡回饋 你的主力是國內刷卡的話 趕快去投票好不好 好這家銀行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點 是他願意直接跟消費者做溝通 讓你做票選 那你選出來哪一個比較多 他們就有資本一種 我覺得他們這個是比其他銀行還要來的 就是更加友善 就好像我們在網路上面講 Richard怎樣怎樣怎樣 他可能會看到 但是他不會直接跟我們做對話 但是Benkey是會的 或者是說 你有什麼問題你跟我講 我可以幫你把銀行給Benkey 然後他們就會讓高層就看到 這個 中間溝通管道是蠻暢的 這點就必須要誇獎一下Benkey 雖然說 他的基礎的溝通力可能沒有很好 但是他的這個管道是很好 好來最後最後來看一下 台電的現在一件 APP很不錯用力推廣數位上 他真的還蠻用力的 現在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MGM活動也是 你個人有在進行 好不好 但是你們如果說是那個 秀戶的部分 好來歡迎來填單 然後我就幫你做一些推廣 那如果是新戶的話 也歡迎你從我這邊來 下一季我就優先幫你推廣 包括我們平均一天 我這邊的那個點擊量 點這個Richard這個開幕連結 至少有多少 大概有200左右 200個點擊 好這都是要給大家的回饋 對因為200的點擊 如果你以50% 50%所謂的轉換率 就是每200個人 裡面也100個人 就是完成開幕 那這100個人 我就可以分給20個人 讓你們去有這個 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 成功的這個糾團部分 這些流量 如果沒有分享給大家 就浪費掉了 非常的可惜 所以請大家就是 好好把握機會 參加我的這些MGM糾團活動 好我就可以把我的 就是影響力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